把握大使板块 抛弃片面个股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曼看金融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1年6月30日8点55分 北京时间2021年6月30日20点55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就业大增正常回调 今天盘前呢 大家呢可能也已经都看到了 就是股指期货 在夜盘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大跳水 我们看这有点乱 咱们就看小时线 把这些均线都给运去 非常明显的有一个跳水 这是从这块 从这块开始 这个跳水算不算 这个不算 这个东西跳的还不是特别狠 我们来看这 这连续三根 现在呢好像有点止跌迹象 我们看15分钟的更明显 15分钟 夜盘一直在横横横横到一过零点 一过零点有点横不住了 非常明显的就是今天早盘的时候 5点的时候就彻底的开始往下跌 呱就开始跟水银泄地一样 应当是对这个飞农就业数据啊 比较担忧 我们可以看 失业率 现在申请失业金的人数 也大幅下降 说明了整个美国经济呢 都在向好 盘前呢 这个下跌应当是对 这组数据的一个反应 就是美联储啊 现在应该是 收紧 加不加息 这个再说啊 我觉得加息现在不太可能啊 今年加息都不太可能啊 这块我也相信 老暴头应该没说瞎话 大家呢 也不用老自己瞎我自己 但是缺减QE 这可就不好说了啊 缺减QE应当是已经建在线上了 所以呢 整个盘前现在呢 都有一个宣泄 我个人啊 认为这种宣泄啊 是比较 正常的一个事啊 这种宣泄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事 因为咱们呢 从上周就开始跟大家说了啊 我说 这块呢 如果出现任何回调 纳指呢 最好是在这个位置 回调一下哪呢 回调一下这儿 回调一下13500附近 你看 今天最低点是到13511 现在离我说的13500呢 好像还有一点点距离 我说这块是一个适中的回调位置 如果要是稍微弱一点点 咱们也说了 说是13400 这块呢 就也都是属于正常的 因为呢 它这块是单顶 单顶呢 现在动能不足 它就应该回踩一下 坐上 再坐上一个顶 因为呢 这两只脚 咱们当时一直强调 这两只脚啊 离得近 离得近倒也没关系 离得近呢 您这只腿 这条腿呢 粗点也行 这条腿呢 太细了 这条腿呢 长畸形了 畸形怎么办呢 畸形 这处于拐棍 那拐棍呢 就不能跟上头悬着 对吧 拐棍呢 它就得下来 下来 下到哪呢 下到这儿 13500 13到这个 咱们说弱一点啊 只要它不破这个13270 大家可以回顾我 往期的节目 不破这个13270 都可以 这就是 做这个第三个底 如果13270 说明什么呢 说明 这块 如果13500啊 或者13400 守住了 说明这块呢 是一个 假死 或者刚死就起来 就这样就起来了 刚死就起来 或者是假死 如果是13270呢 那就是真死 真死 死成了 死到差不多 接近这个前期的 金叉的位置 接近 它不能说是低于这个金叉的位置 然后 再往期起 就是比较 这就比较深了 这块就应该是在 13270 如果破了13270呢 他说不按你这个走呢 有没有可能呢 不光是有没有可能啊 是肯定有啊 但是我觉得呢 概率比较小啊 因为市场到底怎么走 咱们谁也不好说 特别是我这种预判节目 那就更不好说了 你像这个文史正经啊 都是事后评判的多 你看 为什么大多数 都是做这种 在收盘之后 做总结啊 因为那个 这个做预判呀 错的几率 比较大 那做总结评论 这块呢 就相对的 比较的这个 容易啊 就是为什么 那就是咱们 这个这种文史正经 都是这样啊 事后评判啊 这市场为什么跌了啊 为什么涨了 非常好 但是你预测错了的可能性 无论是谁 都非常大 都非常大 但是呢 我自己就是凭借经验判断 和这个成本区间 我认为 是在这块啊 是在这块 应当是有一个直跌其稳的 嗯 横向的 从现在来说啊 13500早盘的这个位置啊 踩下来 到这个位置 其实呢 是已经 是第一个 可以撑住它的位置 撑得住撑不住 不好说 啊 撑得住撑不住 真的不好说 他也许呢 就会回来一下 这块呢 能否在13500 或者13450 这个位置 当时给大家画过三个 三个块吧 大家可以看我往期的节目去啊 我们可以看 当然画了三个块 在这个位置 如果要撑住了 那就行 如果撑不住呢 以惯性的 特别是早盘啊 今天早盘 惯性的 如果开盘之后 再给一波杀跌 我觉得呢 碰一下1345这个下限 当时咱们给的是 几个矩形吧 13500是矩形的 上眼的部分 下眼呢 是13450 这第一个矩形 第二个矩形是在这儿 第二个矩形呢 是在这儿 对吧 哎 我说底下呢 是13300 然后上边呢 是13400 这样有一个矩形 中间这块呢 应该没有什么 值得就是 大家关注的啊 如果他破了13450 我估计破13400 那是一个 大概率事件 在13400到13300 之间这100点 他还得 镇一下 从目前的形式来看呢 前一段反弹 反弹的最弱的 就是道指 但我们也会发现 道指现在 恰恰是 最先踩实的 也是它 但是道指跟纳指 有一点区别是什么 就是道指在这儿 在这儿踩住了 就是呃 三 他踩住了这个 34300 这是最好 就不要再往下跌了啊 呃 最弱的情况 最弱的情况 也不要让他 跌破这个 34 呃 就是34100点 这是最好的 呃 有的人说呢 就是说是34000点 这个整数关 是不是不跌破就行 我觉得呢 他不能来到这里 啊 我觉得不能来到这里 为什么呢 呃 首先来说 在这个位置 34300这个位置 是今天早盘 基本上就快 到了啊 就是最低点是34329 我是现在说的都是股指期货啊 都是股指期货 大家别对着现货 现货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再来看 他最低点 如果要是在这个34100这个位置啊 这块就基本上要死叉了啊 我们我们要注意啊 这块基本上就要死叉了 这块死叉粘合一下 再往其起 这基本上就算是起稳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 道指日线是在零轴之上 如果他像纳指似的跌这么深 那可就不行了 纳指虽然是在零轴之上 但是纳指下了一下 他是做底 是做底啊 如果这个不能加这个背景而化 做底 底踩实了 是往其走 道指这可就不一样了啊 道指 这如果要死一下子 那是做顶 还是做的顶 背离 背离了几次了呢 我们可以看 一倍 这不是一倍啊 不是那一去那一倍 一倍离 二倍离 这如果要是再死绝了 现在大家注意还没死绝 粘一下起来 可以 这要再做三倍离 ABC三点 形成了之后 那道指 是这 这镜头了就啊 那道指 在这儿是绝对是撑不住的 就是 33 就是在这个 3300啊 这块是绝对撑不住的 至少 它得 往下跌 啊 跌到 差不多这个位置啊 如果死叉一下子往下跌三到五个点啊 就是咱们按五个点吧 破前低 问题就不大了 如果要是说是这块真死绝了的话 所以道指啊 是不允许的 这是我给大家画一个就是 比较适中的跌幅啊 这还不是大跌幅 呃 因为他这块一死的话 道指周线立马就死叉啊 道指的周线立马就死叉了 如果他要跌破这块 所以说咱们刚才说了 不能跌破这 如果要是说 政治 强势一点 就是死叉一下 说强势 强势 他也得跌到这啊 跌到这个 呃 33600去 那就是往下得跌100个点 也得跌三个点多 啊 不会少于三个点 所以说这块呢 嗯 咱们现在就得观察了 咱现在真确实不好说 能但是从目前来看啊 道指是最先起稳的 那从目前来看 道指是最先起稳的 我们可以看 他15分钟就要进刹 15分钟呢 由于速度太快 我们可以看啊 应当是在开盘之后 会有一个恐慌的下沙 恐慌的下沙呢 之后呢 应当是基本上就能够 起稳 那么很有可能 今天会是什么样了 很有可能 今天会是一个 我们来看这个道指啊 很有可能 今天会是一个低开 直接低开到 现货这块啊 直接低开到 34 375到34400之间 然后呢 忘记拔 要不然的话 我们注意啊 一个顶 俩顶 这真死了啊 这真死了 这不能是昨天刚进叉 今天 这要再一死 那坏了啊 那坏了 今天 下来之后 他必须得往前拉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很有可能破前低 破前低的话 现货这块就特别明显 这因为这有一缺口啊 期货这不太好看 现货这33212 这块有一缺口 那就得回 弄不好 就得把这个前低 这一块啊 这一块的前 呃前低 就是33437 这块给破了 给奔这了 如果要出现这个 道指的顶的话 所以呢 今天呢 应当是啊 大家比较紧张的时刻 但是我认为啊 我认为 从目前来看 纳指往下跌的 早盘的时候 跌幅呢 最早先已经超过 1了 现在呢 有所收敛 我觉得纳指往下跌一跌 呃 标普呢 我们来看啊 标普 也已经踩到了这个 斐布大切的 第一个支撑的位置 弱一点的话呢 他可能到这斐布大切的 这个 4139 这个位置啊 弱一点 那么我们 我认为啊 他应该是 基本上就完成这个 第三角 第三角完了之后 他应该是往上走 啊 因为总体上 来判断 有拜登的这个 呃 基建计划在前面 这伸着杆 吊着 应当不会出现 大的跌幅 而且我们可以看啊 比特币 哎 你看啊 这比特币挺逗啊 整个大盘在往下跌着 比特币可往上走着了 对不对 呃 比特币往上走 这是一个整个科技这块啊 基本上 奇稳说明资金没有外流的迹象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解读啊 另外还有一点 为什么说这个修正 应当是 就是呃 不是修正啊 调整 应当是出现了 一是横了 好长时间了 一直没有踩这个地儿 二一个呢 昨天呢 大家也都发现了 这WSP的这个股票啊 又开始猛拉 昨天WSP猛拉的时候 就有的网友说 哎呀咱们又没赶上啊 这个我说了 我还不做那东西 我看见他 疯着一掌 我就开始减仓了 啊 我就开始减仓 我那会儿虽然没有看到大盘什么不好 大家可以回顾啊 WSP玩命涨的日子 我们可以看 WSP玩命涨 在今 呃在今年的年初 一月份的时候 有过一波 对吧 就就在这 就就在这啊 就在这 涨到这个 二月份左右 正好是在 他涨了几天之后 哗一下出现了一波下跌 然后呢 WSP呢 消停了仨月 这现在又开始网上涨 呃 又开始 玩命涨 那那他一涨 散户这块 基本上没有统一 而且呢 我就跟大家说啊 里头那些散户 现在已经 非常非常清楚的 被网友拔出来了 就那几个带头大哥 基本上都是机构的人 啊 都是机构的人 他们到底是拿自己钱炒呢 还是 拿机构的钱来 带散户这一块 等这个 把这个价格拉高了之后 他们再获利 这都不清楚 现在证监会呢 可能也是要调查 呃 就是SEC啊 这块也是要 也是要调查 到底什么结果 咱也不知道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咱还是啊 呃 看看热闹就完了 是吧 当个吃瓜群众 别呢 拿自己的钱去上那冒险去 啊 如果你要是说 拿一个小资金 去玩一玩 我觉得的问题不大 万一你拿一个一万块钱之后 到那说是翻个三四倍 这也行啊 这一年的其他的收益 就都出来了 对不对 你可能一年你目标是10% 15% 20% 这拿这一万块钱 你全亏没了 我也就亏这一万块钱嘛 对不对 你你要挣着了呢 这一下 就把你这一年的收益 全都给挣回来了 啊 这样玩 我觉得呢 问题也不大 但是呢 你说我中仓 我就是就指他吃饭了 就指他翻身浓浓 把歌唱了 嗯 那很有可能啊 你从浓奴就变成奴了 就浓就没有了 他叫浓字就没有了 就光升奴了 啊 这是跟大家说一下 呃 关于这个 我对 这WSB的这些股票的一个认识啊 呃 有的时候呢 有的人说说 您不是原来还说过 你参与这个三币家居的吗 就是BBBY那个 我不是因为 呃 他是WSB股参加的啊 是因为他高管当时买了啊 我看着他高管买的位置 我觉得比较合适 我也就进去了 啊 是这样 不是因为WSB 这是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分享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